黑色轿车突然挡在前面,不让后车经过 再看一次,当时车主载着两名小孩 开车开到一半,近见一辆黑色轿车硬插左车道 紧急刹车,刻意拦下后方车辆 接着三名扼煞瞬间冲下车 其中的驾驶直接把门甩开,从左侧出来 手持拔钉器,开始狠敲后车的玻璃窗 其他两人则是从右边出来,持续恐吓后方车主 而其中一名扼煞甚至还站到车子前方 大骂脏话,一脸愤怒 三个人就这样又砸又骂 直到满意才转身上车,逃离现场 事后车主的红色轿车严重回损 驾驶窗玻璃整个被砸烂 只剩边缘而保护膜还掉了一半 连一旁的椅子、枕头、玩具也都满是玻璃碎片 特别是两名不到十岁的男童 一副被吓醒的模样,仍然心有余悸 可见涉嫌破坏的凶手在出手时是完全不留情 当初就在11号晚间 车主一家两大两小 行经基隆往金山的滨海公路 靠近合二厂路断施 与另一辆车子发生行车纠纷 结果遭袭击 三名扼杀当时就全身酒味 狠狠拿拔定器 当小孩面动手砸车 警方依据监视其画面 联系车主道案说明 没想到竟然来一名没有驾照 与案件无关的女子 让当事人决定po文 请求网友帮忙找三名嫌犯 目前警方也在持续扩大积极证办中 记者朱定荣 张颜 基隆报道